19号 俄罗斯国防部确认 乌克兰军队当天首次使用 美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袭击俄罗斯境内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这是西方有意升级局势的信号 俄国防部称 当地时间19号凌晨3025分 乌军使用6枚上述导弹 袭击了布良斯克州一处射尸 俄军防空系统击落5枚导弹 击中1枚导弹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是一种地对地远程制导导弹 该导弹可通过海马斯多管火箭炮 和M270多管火箭炮系统发射 最大射程约300公里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 乌克兰具有远程打击的能力 将充分发挥 美制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的全部性能 乌克兰正在与所有伙伴国家合作 以寻求这些国家 支持乌方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 俄罗斯总统普京 当天早些时候签署文件 批准新版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 相关法令从签署之日起生效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如果乌克兰使用西方的飞核导弹 攻击俄罗斯 那么根据新的核威慑政策 俄罗斯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应 除非 我要同党地俄罗斯 最努黄的 旅行 谢谢观看